花莲市长候选人魏佳燕提出了多项证件 其中针对市区的亲子公园建制 魏佳燕认为可以再增加共荣室的功能 还有添加在地元素特色公园 魏佳燕表示说特色公园不止可以是 在地相亲喜欢的休闲场域 也可以吸引外地游客前来体验休憩 打造花莲城市的新亮点 花莲市在市长魏佳贤的努力下 打造了多处主题亲子公园 成为市民朋友喜欢的休闲场域 要角逐市长宝座的魏佳燕 他也针对亲子公园提出看法 他认为可以建制共荣室的邮聚 让更多孩子可以来游玩 同时也添加在地元素 打造专属花莲市的特色公园 也希望我们可以利用更多的闲置空间 然后还有魏佳贤市长还没有做完的一些公园 我们持续的来让它完成 那未来我希望说不只是特色公园 未来可以做共同公园 让更多的孩子有一个可以 亲子可以玩的一个空间 不要让孩子们都沉溺于山西的产品当中 也希望大家出来走一走 然后有爸妈带着孩子 然后孩子跟孩子能够互动的这个公园 希望说让全国的父母不只花莲 都可以来到我们花莲来玩这个特色公园 没错还有一些小型的一些极限公园 是特地为了孩子去做的 那也希望说增设在里面 然后让整个公园更丰富 内容更丰富 然后不只是可以玩 然后还可以来做一些运动 小鼠化的时代 加上3C产品使用率高 现在的孩子缺乏在户外畅快奔跑玩乐的场地 卫家宴表示建制共荣室公园及特色公园 不只可以是在地乡亲喜欢的休闲场域 也可以吸引外地游客前来休憩体验 打造花莲城市的新亮点 卫旅会幻市报道